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美满的婚姻生活竟只维持了18个月 两人最终以意见不合宣布离婚 几年前她重返最熟悉的荧光幕 回到这个有许多人等待她的舞台 一心只想把戏演好的她 亮眼的演技依然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走过失婚伤痛的她 渐渐地利用演戏 来淡忘那段不愉快的过去 但没想到日前她禁字铺 其实是七个孩子的吗 让粉丝全吓傻了 事情是这样的 平常热于做公益的李燕 每个月一拿到薪水 就会将十分之一捐给孤儿院 而非常爱小孩的她 也默默地领养了七个小孩 每个月除了定期给生活费之外 她一有空就会到院里看看 她的小孩 宛如亲生一般疼爱 本土剧女星李燕2015年 和张化现议长谢点灵离婚后 2019年4月被曝出 和男星赵俊亚同游巴厘岛 目前已进展到见过双方家长 不过李燕和前夫谢点灵 自三年前离婚之后 就一直都没联络 但谢点灵得知她和赵俊亚的恋情后 曾主动打电话问候 然而李燕最近首度痛诉 分手议长商人秘心 直呼 我不快乐 李燕和前夫 张化现议长谢点灵 2013年她因为到张化拍戏而认识 两人交往三个月就闪婚 婚后李燕还公开帮议员老公站台拉票 但仅维持18个月的短暂婚姻 而李燕自几年前离婚之后 就一直都没联络 但谢点灵得知她和赵俊亚的恋情后 曾主动打电话问候她 交男朋友咯 男生对你好不好 她当时表示 这一种祝福也是关心 根据三立新闻报导 李燕近日受访谈及过去那段 被受众人主目的婚姻 首度痛诉分手一掌商人秘心 婚姻没有问题 没有第三者 纯粹是因为我个人 我觉得我不适应那样的生活 而且那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李燕进一步表示 她自认在感情中很理性 一旦觉得不OK 就会立即抽身 即便再痛都会果决切断关系 我觉得留在那边我不快乐 她也会跟着不快乐 李燕还说 其实夫妻俩在生活 教养上的观念都有落差 即便三十多岁的她已过了是婚年龄 但婚姻在她心中已蒙上阴影 她还说 自己很会哄小孩 也很喜欢小孩 但未来人生清单上是否还会想要拥有自己的孩子 她则难过表示 不会了把我觉得好像没机会了 李燕最后强调 现在只希望懂得彼此的人陪伴在身边 不一定要有什么风花雪月 生活就是稳稳当当 有一个陪伴 这样就好了 据悉 谢殿林三十岁时就当上全国最年轻议长 甚至当上议长前几个月 就与酒店女子未婚生子 隔年又有另一名酒店女子抱着女婴来认爸爸 外传 两次都有给数百万盒解金 根据 Eat Day星光云报导 李燕在节目上谈到过去的婚姻 相当感慨地说 这无关背叛 我跟她之间跟任何人都无关 甚至连争执都没有 单纯就是我不适应也不想要过这样的生活 我在留在那边 我不快乐她也不会快乐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 对于孩子交养或是未来期许 都有不小的落差 一番话道出了婚姻中克服不了的难关 其实在离婚时 李燕认为自己还是爱泄点灵的 但是整个过程中她真的觉得太辛苦 最后选择了勇敢放手 她自认在感情上她很理性 也不想要互相迁就 结束掉这一段婚姻后 李燕目前没有结婚的想法 但是她说 其实我很爱小孩子 但是却无法当妈妈 我有时在想 如果我人生这辈子没有小孩 我会不会有遗憾啊 我可能不会生了吧 觉得好像没机会了 未来她只希望 可以找到一个愿意陪她细水长流 不求要多么热情 但是至少可以一起快乐生活的人 2015年3月李燕和张化现议长 谢点灵协议离婚后 如今重新投入八点档 也让粉丝能够时常看到她 然而 李燕表示其实结婚 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本来她没有想过自己会结婚 更没想过会离婚 坦言离婚对她造成阴影 未来不考虑结婚 然而如今情感失败也让她成长 除了做人变圆融 也学会珍惜当下拥有的 而李燕与同聚男演员 赵俊亚在过去因拍戏传出情愫 事后两人也大方认爱 两人还被拍到一起去巴黎岛游玩 赵俊亚大赞李燕 是个很棒的女生 相处起来很融洽 希望能够不只是朋友 最后果然追到女神 两人恋爱后李燕前夫曾致电给她说 男朋友对你好不好 给予关心 也让李燕相当感谢前夫的祝福 但最后李 照这段恋情只维持短短一年就告吹 据了解李燕还透露 现在身边的却有追求者 不过一切都还在观望中 对于之前女心谢欣颖宣布和交往七年的男友分手 她则认为女方不仅应对的体还相当勇敢 她自己都不见得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近日李燕受访时透露 其实和前夫还有联络 对方也常关心她 松口复合几率 李燕近日出席新戏 一家团员 媒体联访 被关心感情现况 她坦言和前夫谢点 人有联系 两人现在成了好朋友 说实在的她其实人蛮好的 可能中部的人温暖 她对我品牌很支持 常关心我保养品做得好不好 有大节日也会跟我们公司订产品 谢点 林常因应酬北上 偶尔也会约好友一起吃饭 但因李燕在拍戏都没赴约 被问到前夫的感情 她笑说 她不用我担心啦 没有结婚据我所知 至于是否有机会复合 她则表示 这应该要问她 怎么会问我咧 但她也强调自己不吃回头草 对曾经的对象雷达都已切断 坦言 我不可能冲了 对我来说结婚不会有加分的地方 反而失去很多自己的部分 我又比较自我 现在连谈恋爱都懒 还闪婚脸 而聊到前男友赵俊亚 她则说已没联络也不会联络 最后又丢下一句 也是祝福啦 李燕在三立八点当 一家团员 先是报喜怀孕 未料被小人陷害致死领便当 一失两命 让不少网友崩溃 不少网友敲碗回归 而日前恰逢中秋假期 李燕也被母亲追问 你十月周年庆做完要回去拍戏了吗 李燕则是无奈说出真相 我还真的不知道 不过近来李燕因为忙碌周年庆 身心灵都十分疲累 有网友建议大叫 李燕也无奈说 声带长见 连大吼大叫的权力都没有了 李燕之前因为副业先行告假 一家团员 李燕也分享过节和妈妈的互动 李燕说 公主频频询问 你十月周年庆做完要回去拍戏了吗 我还真的不知道 这岂是我要就要 我不要就不要的是吗 而近来李燕因为忙碌周年庆 身心灵都十分疲累 留言说 每天扮演一个情绪稳定的大人 这就不是我擅长的角色啊 为此由网友心疼建议大叫 李燕也无奈说 声带长见 连大吼大叫的权力都没有了 也有网友喊 看来失控 李燕也说 已经 李燕赴夜忙到报 稍早直播时也提到 因为忙碌 我每天都压力很大 又睡很少 我真的觉得蛮累的 直播痛时网友也说 要多喝水好好睡觉 李燕也暖心回复说 我也希望我这个月几乎天天直播 真的很忙碌 很累 已经40多岁的本土剧女神李燕出道多年 靠着亮眼的外形跟精湛的演出 受到很多粉丝的喜爱 她近几年投资自创品牌深格为老板娘 虽然拿出250万投资冒险 不过第一个月就拿出好成绩 如今创立二年更是不断创新盈业额佳季 可说是经营的有声有色 现在拍戏空档就是到店里工作 事业相当的有成就 不过被受主目的感情生活却也似乎挂邻 日前她就透露 自己曾经主动求婚男友 却两度被拒绝 这段过往让自己一直没办法放下 据东森新闻报道 李燕近期除了拍戏外 就是盗自创保养品品牌工作 事业心放非常重 对于粉丝关心的感情生活 五年前离婚张化现意涨泄点零后 似乎也鲜少有绯闻在版面上 对于未来有没有希望 可以跟一个好男人定下来 她也坦言 其实自己离婚后不想生孩子 也不太想结婚 虽然很喜欢小孩 但是想到有了孩子后就要交养 目前的她无法承担这些责任 更道出了过去遇到坏男人的下场 李燕说 现在已经不太找圈内人交往 因为拍戏的时候 如果遇到会很尴尬 对于感情的生活 她也表示十年前 曾主动跟男友提过结婚 但是两次都被拒绝 原本觉得只是时机还没到 没想到却目睹对方喝酒完了 被抓包后让她心里一直无法释怀 加上经历这段失败的婚姻 对于感情生活 她有所戒备 打算放慢步调 不急着来 只是如大家所见 除了拍戏外 周一到周五都要进保养品公司上班 她目前整个心思都在工作上面 小说 也许有人对我放电 但我全心都在事业上 完全没有接收到电波 虽然感情生活还没有折落 但粉丝也听得出 她应该已经放下那段过往 准备迎接美好人生 希望她能找到符合心意的另一半 也祝福她的事业越来越红火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她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大嘴鱼记 敬请关注哦